政府决定从4月16日至17日起 对政府机构及部分的部委工作人员 实施居家办公及在办公楼办公的措施 以加强开斋节后的流程管理 国家父权和官僚改革部长阿兹·瓦尔表示 如该部门2024年第1号部长令所述 在优先考虑组织绩效和公共服务质量的前提下 公务员居家办公和在办公室上班的时间 将会从4月16日起至17日开始实施 那么根据左科威总统的指示 与公共服务直接相关的机构不在实施的范围之内 包括卫生安全和秩序 灾害管理 能源 物流 邮政 运输和配送 国家重要工程 国家战略 建设和基础公用事业项目 同时与政府行政和领导支持服务相关的政府机构 允许50%的员工居家办公 国家战略 建设和公共服务相关的 和公共服务相关的 国家战略 建设和公共服务相关的 国家战略 建设和公共服务相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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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国家战略 稳阻